说起董浩,大家应该都知道,他是陪伴90后童年的尚儿节目著名主持人了。 董浩叔叔的称号可谓是交易户晓,不过就当他正值事业顶峰时期,36岁他被告知病危,一次意外甚至差点夺去他的性命。 当时董浩被派去厦门出差,可能是不了解当地的饮食,就吃了一个毛肝,因此染上了甲肝病毒,送到医院后更是直接就被下了病危通知书。 幸运的是在不久后,董浩终于脱离了危险,挺过了这次的艰难一步,康复之后董浩就放下了一切,就连在央视奋斗了十几年的主持工作也放下了。 近日他在某社交平台上发出了在乡下生活的照片,照片中的董浩坐在门口的一个小板凳上吃着面条,显得非常平凡和接地气,或许这就是他向往的生活了吧。 谢谢星期啊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